5分钟 整理解削 3分钟 3分钟 5分钟 3分钟 大家好我是季航 我们今天要来做左手香的母乳灶 母乳冷制罩 那这个左手香是用那个叶片 把它过滤炸成汁 然后再制成冰块 然后这个母乳的话就是全母乳然后去做成冰块 那我们用那个左手箱这个冰块 我用了170克 然后母乳冰块用110克 加起来要280克 然后这个氢氧化那我用116克 那我们分次把它加下去 那等它拌匀之后我们再来再继续分次的倒下去 那没有把母乳一起加下去 是因为母乳它需要比较低温 所以我就先把左手箱的冰块跟这个氢氧化那浓化之后 再把母乳再把它拌进去 这样子温度才不会过高 一般我们在融那个母乳冰块的时候 最好是控制在温度在20度以下 再拌匀之后 这个清氧化那它在溶解的过程中 它的温度会升高开始有泡泡 或是我们摸那个锅子的外围开始会有点慢慢的热起来 那我们也可以用一个盆子来隔水让它降温 那现在融化的差不多了 那因为我的母乳冰块要在比较低温的时候下下去 所以我决定先把它做降温 然后等一下母乳冰块再加下去 好那我们在等待那个 左手下那个减水降温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母乳冰块先放一旁 那我先开始来量这个油的重量 那我今天用的是冷压出炸的橄榄油 然后会用550克 它占了72%等于是马赛兆的一种配方 好吗 好吗 那我们凉油品的时候 我们就按照它的顺序去量 不然会把它搞混 然后橄榄油量好了之后 我们量这个椰子油 那椰子油的话我加150 加到700 那接下来是棕榈油 那棕榈油的话我是加100 那油品的总量是800克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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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感谢观看 那椰子油的话是比较增加它的起泡作用 那棕榈油的话会增加它的滋润跟硬度 那我用的那个第一道的冷压出榨干的油 也是含有丰富的滋润跟保湿的程度 那我们把油品先放在旁边 那因为这个是夏天所以我的油品就没有再加热 那正常的话我们做照的话 我们就是减水跟油品的温度不要相差超过10度 那有朋友会说大概是40度到45度比较好去融化 那我夏天的话我就是像现在室温是30几 那我油品就没有再加热 然后那个减水的话我就是让它降温 然后两个再去做融合 那这个是刚刚有去泡水 那它降温的这个左手箱的那个跟青阳化纳 那我们现在把那个110克的母炉块把它倒进来 然后再去做融化 那我们下个小的这种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大概拌匀之后 我们就准备要把那个油啊 刚调和好的那个三种油 把它放进来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辅助的 像这个刮刀或者是 搅拌器啊的那个边缘 把它油平倒进来 这样子油的话 经过这个流下去 顺着流下去 比较不会有产生气泡 这样子油 好 好,那已经浓和下去之后 我们先用手打 把油跟那个碱水先把它打匀 差不多拌了比较匀的时候 五分钟到十分钟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电动的搅拌棒来辅助 那搅拌棒放下去的时候 我会把它这样子把它拌一拌 把那里面的空气跑掉 然后再接上面的再去做打造的动作 那因为这个是比较高速的 所以我们就不要一直的使用电 就是这样子断断续续的 断断续续的打底下 然后再把它拌一拌 再次准备一下 那我们就重复这样的动作 然后一直到可以拿起来有一点稠 像沙拉一样也可以划疤的时候 我们再来入磨 清理干净 然后准备要倒到那个吐司膜里面 那这次是用左手箱跟那个母乳 做的那个能制造 左手箱母乳 橄榄的能制造 那橄榄油的比例 这次用的比较高 有弄到72% 然后再加椰子油 还有那个中铝油下去调制的 希望它到时候 照成熟的时候会非常的滋润 适合比较干性的皮肤使用 那我的左手箱叶片 不知道是不是比较小叶片 每次采收啊 然后榨汁好像都没有非常的绿 因为看很多照油 好像做的叶片 那个 橙形比较绿 那我的都是属于比较淡绿色 那今天调这个母乳的话 有点呈现比较比较绿 比较绿 有点像那个 比较淡咖啡色 比较淡咖啡色 那今天我在那个 它还有一点快要速踢的时候 我加了真正薰衣草的精油 还有加那个玫瑰天竹葵的精油 加了大概个5cc 总共10cc的精油下去 然后再去拌匀 那夏天的话 我这个露膜之后 把空气敲好之后 我就盖上上盖 我就没有再把它放到保溫箱里面去 那我就会把它盖上盖子 然后把它放大概是24小时 那我要拿下去敲一下 那把它敲均匀之后呢 我们把上盖盖起来 然后我们把它保温 就是这样子放着 它就有保温效果 然后静置都不要再打开了 然后24小时之后 我们再把它打开 那我会看一下 可不可以切罩 如果还不能切罩 我就会再放一天 那天气比较冷的时候 我是放两天 然后再脱膜去切罩 然后晾罩 那天气比较热的时候 我就会24小时之后 我就可能会切罩 然后再去做晾罩的动作 那谢谢大家 欣赏我的影片 谢谢